可是我看到今天有一则非常有趣的新闻了 你说来自于汉河 这个是加拿大的杂志对不对 加拿大的这一位人物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你可以看出来 他说中国部署战略预警气球 全面来监控台海 这个新闻当中到底传达出什么讯息呢 怎么看呢 好 我先这样讲 就是说 在我们战场管理的概念里面 第一件事情就是征收 是 要征收 要收集战场资讯 那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整个计划 就是他在收集战场资讯 战场资讯里面 他这边有三大块很重要的 从卫星空中到地面有三大块 在空中呢 就是他们用的是所谓的 这个背景我跟观众朋友强调一下好了 观众朋友也许不是很了解 张成总工程师现在在论述的是什么 因为这是加拿大的汉河月刊总编辑 他透露说 中国解放军极有可能在这个台湾海峡 进行实验性的部署战略预警气球 那他认为说 这种装备这种大型的 类似向控雷达 向列雷达 这种向列雷达的战略预警气球 那无形当中对于低空战斗机目标的一个探测距离 可以达到三百公里以上 同时呢还要拥有一定的 所谓对地面装备的侦察能力 所以你觉得说中国这个部署意味着什么 在针对我们的特殊的武器吗 是这样子吗 我先这样说 他们整体 他们整体来做什么事情 那中间有一项是这个战略的气球 这个装备 整体上它是从卫星开始的 卫星从电磁波的 一般主要电磁波的预警卫星 跟红外线的图像卫星 这他们在天上的 目前他们是有 中共是有卫星在天上 那显然他们现在为了侦测部分 也开始要开始打这种卫星了 好 那在空中的话有大型预警机 那我们刚看到那个 中共这次演练的时候 日军有出现 出动空中预警机 比较重要是这个战略预警气球 那地面的话 这样就像相当我们热山雷达 大型预警项列雷达 这个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 征收整个战场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今天特别要谈的是 所谓的战略预警气球 为什么特别谈这件事情呢 按照汉河杂志所提供的资讯来讲 为什么要部署战略预警气球 为什么 很多人 其实这个战略预警气球 有人叫做穷人的卫星 它高度不高 如果它升到平流层25公里以上 在平流层上面 它如果可以征收到 地面的一些情形的话 那个是很不错的一个东西 但它有它的困难度 什么叫困难度 既然叫气球 它会不会固定在一个位置 有它的难度 有它的难度 好 那它为什么要做这个上去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侦测距离可达300公里 300公里的数字真的很敏感 因为熊山真诚就是300公里 这蛮敏感的数字 熊山飞弹有个特质 熊山飞弹有个特质 我们看熊山飞弹 这是低空略海飞行 这个事情呢 在上次物色渔船的时候 已经被很多的国际军事专家注意到了 因为它打到渔船的高度并不高 而且可以瞄准到这么小的一个渔船 那熊山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 低空略海飞行的一个能力 那低空略海飞行的高度是多少 那是个机密不能谈的 但是有件事情是这样子 它一旦低空略海飞行的时候 雷达要侦射到这颗飞弹有它的难度 它难度在哪边呢 是因为它在低空略海飞行的时候 雷达波打出去的时候 会跟海浪的波混在一起 那雷达很难去分辨说 这个是飞弹还是海浪的回波 当初设计了不起 让它低空飞行当中 完全可以规避雷达的一个监控 低空飞行其实很难的 尤其是越低越难 超音速更难 我就不多做说明 我讲美军现在没有超音速反舰飞弹 大家可以想象它有个科技需要突破的 好 那中共会突破的科技低空飞行之后呢 那什么时候中共可以侦测到 就是对方 敌方可以侦测到熊山飞弹呢 最快最快就是熊山飞弹出了海平面 出了海平面 那出了海平面 一般在军舰上的天线的高度 天线的高度 要看到一个海平面 约越是50公里 约越50公里 那以熊山的速度 一分钟就50公里 那也就是说 它侦测到这个熊山飞弹来了 就算给它侦测到了 它只有一分钟的反应时间 对大部分的反制系统也是很困难 非常困难的 好 那所以呢 这件事情我想中共也想做往前跨一步 怎么样解决熊山低空掠海飞行这个问题 是 所以他们现在讲的那个气球 侦测气球 就10个气球 对 对 这个气球战略气球 侦测气球 那它想做什么事情呢 它想提早 就是如果只剩下一分钟 只剩50公里 来不及反应 有没有可能我提早看到 有一个熊山飞弹在海上飞 为什么不用卫星 卫星太远 那个解析度解析不出来 所以他们 我在开始他们的想法就是说 我现在用一个 大概在25公里到30公里高空的一个气球 上面装一些侦测的方式 比如说雷达侦测或者红外线侦测的方式 如果它真的要破解我们熊山的话 台湾的应运之道是什么 先这样讲 熊山的速度 要在一个复杂的背景下 分辨出一个目标 最容易的状况是这个目标不动 可是我们熊山怎么可能不动 对 譬如说举个例子讲 P3C P3C这个船潜机 它怎么样去找到潜水艇 在呼吸孔出来 因为呼吸孔相对于海平面来讲 它是不动的 这是一般来讲在技术上是这个样子 但因为熊山在动 它不是不动的 所以在工程上要去分辨出一个 不动的 就是在动的时候 你要跟一堆动的东西做分辨 它就有它难度在那里 所以它在这次做法上 它加上了所谓的热冷 侦测热冷 因为熊山也是会有热冷 侦测热冷 不过回过头来讲 以这种距离 以这种25公里到35公里的距离 它侦测到这种热冷 或者红外线 还是有它的难度 所以说今天讲熊山 我真的是 大陆网友常常在酸我 我觉得熊山在这设计上面 真的是在 我们如果以中国人的骄傲来 我还觉得还蛮骄傲的 因为我们不但在速度上 在构型上面 而且这个低空绿海飞行上面 真的是让很多的航空物件来讲 真的是很烦恼的一个飞弹 这种气球是 其实这几年 其实一直是大陆方面重点发展 比如说过去三届的珠海航展 其实我已经注意到 在气球这个部分 是它发展一个重要载台 而且我在航展里面 其实跟大陆相关的公司 其实也聊过 未来可以衍生运用的地方 真的蛮多 那除了这次汉河所披露 在台海当面部署这种气球以外 事实上他们认为 在大陆的南海人造岛礁 如果它生起一颗气球 而且上面配备包括雷达 还有一些光电感测器 可以让它这些人工岛礁 周边的监控范围 其实扩大好几十公里 甚至百公里 那另外大陆的这个周边的这个 边界与各国 其实还非常的绵长 比如它西部或中亚地区 他们认为借由这些气球 可以有效监控它的这个边境的状况 那特别防范 像来自中亚 像是伊斯兰国等等 激进回到团体 他们认为借由这样的一个装备 监控边界 可以让它在人力物力的减少 而且有效监控方面 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评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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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